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要告诉大家 到底哪一种偏方 它能够消除蚊子叮咬之后的不舒服感觉呢 第一个是涂牙膏 第二个是涂沙拉油 第三个是涂菊花茶 想先问静堂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菊花茶 为什么 因为像蚊子喜欢钉就是流汗 排放二氧化碳量多的 像医生刚刚讲的人的话 菊花茶应该是碱性的 涂在身上或是暴露在外的部分的话 可以酸碱中和一下 酸碱中和好 是树鱼呢 那我的答案应该是 我是涂沙拉油 那我觉得说像涂个什么油之类的 然后像蚊精油 绿油精涂在那个包包上面 可以盖附着包包减少避免发炎的机会 所以感觉上好像有一层油 它的那个钉也没办法放进来 因为就是保护着这样 会被划掉 是 菊太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涂牙膏 因为你刷牙的时候都觉得牙膏凉凉的 那它会不会有镇定的效果呢 所以我就会把牙膏凸在我的肿包 如果我没有小护士的话 对啊 是 所以林医师 一二三都有人选的 正确答案是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都好有想象力 好 其实真的比较有镇静皮肤的效用的 其实可以算得上牙膏是 比较具有这样子的作用 那牙膏会有这样子的作用 其实是因为它里面的确是有一些薄荷的成分 那薄荷的成分就像我们说的绿油精啊 万精油啊 这些其实都有带薄荷的成分 可以给提供镇静的作用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尽量不要让他涂这些清凉的产品 因为这些清凉的产品在两岁以上 通常我们感受是凉的 可是在两岁以下 他的感受是辣的 而且是过度刺激的 很多小朋友会因为这样子的产品 而造成更严重的不适 是 那如果我今天不小心已经被盯了 正确的治疗方法 或者缓解不舒服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如果当下你真的找不到 任何可以涂抹的药品的话 其实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把你的冰的饮料 或者是手边有冰块 直接拿来做冰敷 因为这样子它本来就具有镇定皮肤的功效 所以还能消肿吗 被你抓的这种消肿 所以其实我们通常都会降低皮肤表面的温度 来环境你的不适感 那治疗的时候该怎么办 治疗的时候通常最直接在 在医生这边开的就是蚊虫的药膏 那蚊虫药膏其实 最常见的就是有类固醇成分在里面的 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让你那个肿起来的部位给消下去 是 文艳听说有的人把防蚊液跟防晒乳一起用 很惨是不是 因为现在天气热了 很多女生也会擦防晒乳 那又因为要避免被蚊子叮 所以他把两种一起擦 那擦了之后 他的皮肤就红了一大片 然后好像听说是他整个两个防蚊液 跟防晒乳两个一起擦一起涂抹之后 产生一些气味 然后也让他造成一些晕眩的感觉 所以就整个就送医急救了 所以他有昏倒送医急救 对 没错 那这个好像听说是那个防蚊液 里面有一个叫DEEET的成分 会跟我们一般常见的防晒乳会起一些交互 化学反应 那这部分可能要请教一次 所以是不是DB 这样子的成分比较常见的 就是跟化学性的防晒在一起 因为化学性的防晒 比较容易产生敏感的情形 那有一些敏感的 比如说DEEET这样的成分 跟防晒的成分起了交互作用之后 有些人他会引起过敏的症状 那过敏最严重的当然就是过敏性的休克 所以他应该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而造成过敏性的休克 所以送医急救的 嗯 是 千泰听说你曾经因为被蚊子叮咬乱抓 结果蜂窝性组织也 嗯 差一点 大概是前年的事情 因为我奶奶家本身在南投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家庭聚会去烤肉 那南投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小黑蚊 小黑蚊他非常的烦 他在你的脚上的时候呢 你不是脚动一动他就会离开 他是会一直黏在你的皮肤上 没错 而且他咬的特别痒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被 大概有快十几只的小黑蚊 黏在我的小腿上 然后我被咬了 那我就一直去抓他 抓他之后他就破皮了 但是我当下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我只是觉得那里热热 然后想要解 就是不要那么痒 我就去冲冷水 回家后也没有去做任何的处理 结果大概两天之后 我的脚就水肿 然后又红肿 开始流阻子液 然后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化膿了 就很痛 摸到皮肤穿到裤子 就会觉得很痛 然后我就去给医生看 医生就说 我这个再慢一点 我大概整只脚就没了 对 因为已经蜂蜂 快要蜂蜂性阻子液了 就觉得还蛮恐怖的 然后变成是说我以后被蚊虫叮咬 我都会特别注意 然后随身携带一罐小护士 是 其实有一些人的确有这样的体质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照片里面 他被蚊虫叮咬之后 通常比较轻微的 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被咬的 会起特别严重的反应 那这个特别严重的反应是 他可能不止一块 他的一块中间还会有小水珠 那这个小水珠呢 就是有的人被蚊咬 他会起一个水泡的反应 那如果有些人他觉得太痒了 他就是非把他抓破不克 或者是非把水泡挤破不可 通常就会把你的皮肤给暴露在外 那暴露在外呢 通常像这个呢 其实是比较轻微的蜂窝组织炎 但是如果说像另外一张 他在手臂上面的这一张 看得好像麻疹哦 对 这个其实是被蚊虫叮咬之后 整个身上起的一个过敏反应 我们俗称毛毛虫皮肤炎 他是因为有的人被虫咬了之后 身上会整个皮肤一起起过敏反应 但是如果到了我们刚看到的另外一张 他已经有伤口了 然后整个小腿肿起来 这个就是刚刚前台提到的蜂窝组织炎 因为这个蜂窝组织炎 他是因为你暴露在外的伤口 细菌跑进去了而造成的发炎 那这个呢就是必须一定得吃抗生素来做治疗 比较严重的甚至我们会建议住院打点滴 把细菌给杀掉 否则通常很多人他有可能最常见的死亡原因 就是败血症 他细菌跑到全身去 那有的人他会很习惯性的抓 那个会造成皮下的微血管破裂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点一点一点的 这个都是因为稍抓过度 而造成的微血管破裂 形成皮下出血 是 所以被咬了之后千万不要稍抓 还是先让他冷却镇定一下 然后赶快就医嘛 如果情况很受不了 林医师像您在门诊当中 有没有特别季节性 夏天特别容易蚊虫容易来 然后哪一些人比较常来 其实通常我们看到蚊虫定要 都会问说 你这两天去了哪里 那如果是在五六月的时候 四五月的时候 最常见的就是去扫墓 扫墓的时候那个是在户外 最容易被蚊虫定要 那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在身上 那身上呢 你可能在刚好在背 或者是在屁股 那我们通常就会问说 你这个背 你是不是这两天 有去整理仓库啊 或者是你有去外面睡 外面的旅馆啊 因为这个通常在身上的 比较有些特别大颗的 看起来会特别像是 跳蚤叮咬 那跳蚤的话 通常都是在你特别的姿势 比如说躺下来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身体 放比较低的时候 他才会叮咬到身上 所以从你被咬到的部位 你被咬到的疹子的形态 还有你被咬到的树木 大小 甚至每一颗跟每一颗之间的距离 我们都会判断说 可以判断得出 你大概是被哪一类的蚊虫叮咬 来依照这样的症状下去做治疗 所以夏天除了蚊子叮咬之外 还有哪些要命的虫害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